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宇飞 位于西子湖畔的杭州四季青服装特色街 是全国最大的服装计算地之一 被誉为是中国服装第一街 有人说中国13亿人口中 平均每人就会有一件衣服 是来自于这里 然而这个曾经人声鼎沸的中国服装第一街 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之后 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有越来越多的服装销售转到了网上 那么四季青服装市场受到了多大的影响 又该如何去发展 凌晨四点是73岁的祝浩泉每天起床的时间 出门前他总是精心注意穿戴上的每一个细节 作为四季青服装特色街的创始人 祝浩泉说穿戴整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凌晨四点半天还没有亮 祝浩泉准时到达四季青服装市场 每天早上四点市场开门之后 祝浩泉都要到这里转一转 四季青服装市场开了二十六年 祝浩泉在这里转了二十六年 这是他从未间断的习惯 你都算一好啊 算一字好了啊 这个店已经二十多年了 郑昭山和余洪彦母女俩 是四季青服装市场的老商户 1991年 母女俩在四季青服装市场开了这家店 生意越做越红红 从最开始的小摊位 发展到现在的两家店铺 而且还开办了自己的服装加工厂 拥有了自己的品牌 不过从2013年开始 四季青服装市场的客流量慢慢的开始变少了 就连以前老客户光顾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一个星期内两次的 现在要两个星期内一次 来一本 来一本 来我家看一下 郑昭山和余洪彦母女俩开的这两家店铺 雇了四个导购 店长梅瑞威已经在店里工作了18年 你哪里去吗 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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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了 那个呢 这个八笔八笔 八笔八笔也好吗 他们加龙加厚的 对啊 过几天 过几天 而这一切 余洪彦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电商对她的冲击太大了 不仅销售量下降 而且价格越来越透明 利润缩水的厉害 因为我们这种小山 做出来 大概两千多斤 基本上都没得完 然后里面就 前年下半年开始 就大概这一千多斤 以前利润 大斤多于一百块一斤的利润 现在大四十五十最多 今年73岁的郑昭山 不仅开始怀念起 昔日生意红火的景象 他告诉记者 四季青服装街生意好的时候 店里每年销售额 能达到一千多万 说起四季青服装街的发展 没有比四季青服装集团的掌舵人 祝浩泉更清楚 他一手将四季青 从景象惨淡的农村综合市场 发展为服装专业市场 一路见证了四季青服装市场 二十多年的发展 早在1989年前 现在的四季青服装市场 是由一个货车停车场改造的综合交易市场 当时的祝浩泉是一个村的副主任 因为有过开织布厂的经历 祝浩泉当上了市场总经理 随后将综合市场改为服装市场 并创建四季青服装集团 有了这个服装大市场 摊位数量猛增 从45个到2000多个 年成交额近百亿元 年租金约为两亿元 祝浩泉用近20年时间 缔造了一个庞大的服装帝国 如今 在这条四季青服装特色街 42万平方米的经营面积上 已经拥有18家专业服装市场 1万多个摊位 和近5万名市场从业人员 日均客流量达到7万至10万年次 这种横幅的是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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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几分过来 我这一条街 13亿人口 平均每个人一天 那是我这里 对于朱浩泉和服装大市场的老经营户来说 四季青服装市场就像是自己的孩子 他们见证了他的成长 只要是说起昔日的经营业绩 他们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 不过呢 四季青服装街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就在距离四季青服装市场的十公里之外 阿里巴巴这一电商帝国 正在给四季青这个传统的服装销售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 为了留住像余虹燕这样的商户们 四季青服装集团已经连续三年没有上涨商铺的租金了 根据以往的市场行情 四季青服装市场的摊位租金 每年都要有5%到10%的低分 但从2013年开始 祝浩泉主动向商户们提出 不再上涨租金 连续三年没有上涨租金的 在四季青服装特索街不只是四季青服装集团一家市场 这是四季青服装特索街的中坊中心服装城十楼 从2012年开始 整栋服装城1270个摊位中 有70间商铺空出 而这种情况在以前几乎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些都是现在都已经离开了 可能因为也是竞争几点 包括这个电商冲击造成 这间摊位什么时候空出来的 这个应该是在7月份 哦 7月份 7月份 对对对 以前是什么样的 那以前的话是供兵一球 一铺南球 电商的介入不仅对传统的服装市场造成冲击 就连大楼外面的搬运工也受到了影响 在四季青服装特索街记者注意到 一些搬运工三三两两的聚在门口等活 四季青服装市场的货物 都是由他们来装卸运往全国各地的 师傅 你好 你怎么在这等着呢 我昨天玩了 现在没活是吧 没活 车都没来的 他叫高纪国 在四季青服装街做搬运工有七年时间 他说这两年服装批发市场多了 拉包的搬运工也多了 可来进货的人却少了 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干 进货的人少 进货的人少 拉包人多 拉包 以前进货的人比现在多 以前的马路人红 现在人少 以前拉不工 现在没有了 以前拉五六十个包 现在呢 现在二三十个包 找活儿去了是吧 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 马路对面来了一辆准备要卸货的车 搬运工们立刻蜂拥而上去抢 刚才抢到活儿了没有啊 没有 最常没抢到活儿啊 没生意 没生意 与服装市场门前冷清形成对比 四季青服装街上 各个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却忙个不停 快递员运送的还是市场商户的服装 只不过销售方式却发生了改变 原来物流公司运送的是现场买卖的货品 如今运送的更多是网上的订单 白天商户们主要接待来自市场实体店进货的客户 下午四点他们便开始忙活往外激发线上接货的订单 近几年商户们除了开实体店 也逐渐开始做起了电商在网上开店 慢慢的除了以往的翻运工快递员的身影 也开始出现在四季青服装街市场里 杨永辉就是在五年前来到四季青服装街做快递员的 他主要的客户就是市场里的商户们 杨永辉说这几年商户们做电商的越来越多 现在自己接单量比五年前翻了好几倍 我那个时候也就一百多条件 一天 现在呢 将近达到一千多 翻了十倍 您这些胶条一天用多少 三箱 三箱 放胶条一天要用三箱 以前能用多少 钱不够了 以前两三千只 杨永辉告诉记者 五年前他刚来到四季青服装街的时候 这里只有两三家快递公司十几个快递员 但现在已经发展到十几家 几乎每家快递公司都在这里有租点 快递的成员就意味着传统市场的交易 方式的改变 代表了这些 欧托 信仰信仰 东部经营 如今不管是商户 还是靠收取租金的市场管理方 都已经越来越清晰的感受到了 来自电商方面的压力 这迫使得他们不得不思考转型之路 尝试网上开店 进军移动端 他们开始在电商平台不断的尝试 然而看似美好的电商发展 却远不如想象中那么顺利 四季青服装市场 在创新转型的过程当中 又面临着哪些障碍呢 下午四点 店铺关门之后 郑兆山和余红彦母女俩 匆匆赶往公司的设计师 忙着和设计师商量 双十二推出的新款服装 该如何改进 随着电商的发展 服装的款式在网络上不停的更新 其速度之快 更是让余红彦觉得应接不详 像以前我们没有网络时代的时候 全部一个款这些嘛 一个多月两个多月 现在每个礼拜都要更新 如果没辛苦就没生意嘛 余红彦说 如果服装款式不能及时跟上 一定很快就被市场淘汰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 余红彦今年投注了上千万元 成立了这家设计研发工作室 一连请了三位设计师 除了服装的款式之外 面料 礼料 甚至拉链等各个环节 都成了余红彦更加重视的细节 转型的档次提升 来设计这配方的这里 除了更加重视产品的质量 余红彦也开始逐渐拓宽销售渠道 2013年 余红彦开始尝试着触网 但是技术问题成了他和母亲 无法逾越的难题 这个东西听到经常要看老的滚老的 这种网络不懂的 年轻人都 来手插腰 别动了 这个小伙子叫杨玉茂 是余红彦的儿子 2014年开始 加入外婆和母亲的阵营 一起经营四季青的两间商铺 主要负责拓展线上业务 去年9月 杨玉茂在四季青集团的 手机电商平台摩街上 做起了网店生意 一天的话 好一点的话 大概五六十单应该有 网上的话 全国各地每个地方都看得见 只要有电脑 只要有手机就可以看见 我们一家的衣服 就是不用直接来我们家实体店 我们直接跟这些是这样的 这个是没办法 电商的发展倒逼着传统市场的变革 不仅仅像余红彦这样的商户 对于习惯了作收租金的市场管理方来说 也感到了转型的压力 祝浩泉认为必须果断转变经营思路 其实早在2001年 具有敏锐商业秀绝的 祝浩泉便成立了信息部 建起了中国四季清 服装网B2B信息平台 开始初步探索电子商务之路 但因为受技术人才 电商环境不成熟 商户观念等因素的影响 四季清服装网一直收效盛微 2008年 四季清服装集团 成立四季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专门开拓电商业务 年龄的关系 网络讲到底我不太懂 但我会找人的嘛 把东南的人请过来 从你个人来看 那么现在iOS系统和安卓系统的话 张天祥是四季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最年轻的80后运营总监 2009年 他通过招聘 进入四季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他进来参与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在淘宝上开设 四季清集团的旗舰店 Topmail 把整个市场里商户都统一起来 卖出的产品由他们统一包装 统一配送 但是网上开店并不是那么容易 不到两年时间 四季清科技网络公司 先后投入500多万元 但是整个市场里 却只有30%的商户参与 2011年 这个项目彻底结束了运营 我们发现以这种 我们帮商户来完成这些事情的一种方式 很难培养商户的一个电商意识 和电商的操作运营概念 其实商户 他并没有真正的参与到 这种电商的环境里来 在经历过失败之后 2014年9月 四季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重新寻找突围的途径 研发自己独立的专业性服装 批发电商平台 开发了一款名为摩羯的APP 为四季清的上游商户 与下游的批发商户之间 搭建的电商平台 实现双方的线上订单 经过一年不停的改版和完善 从PC端到手机移动端 再投入了2000多万的资金后 最新版 手机四季清 马上就要推出 我们这个手机软件的定位 在四季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 技术部门与运营部门的工作人员 正在对最新改版的手机四季清 进行着热烈的讨论 如何把现在这些商户的实体的经营模式 和线上的这种经营模式相结合 这个其实我们觉得 我们第一个是提供一个平台 而真正在这个平台上 能否创好这出戏的主角 还是商户和他的产品 张天祥说 这个APP上线刚刚一年 已经拥有自产自销 独自品牌的商户一千多家 运营一年以来 完成交易额一亿多元 我们是希望通过手机四季清这个软件 打造属于服装批发行业 我们自己的电商平台 把那公司成立 到现在 以后一个多一下去了 我现在看来 实际上也今天还是值得的 至2015年10月底 四季清服装集团 通过PC端的四季清服装网 和手机移动端的手机四季清 共实现互联网批发零售额 达到20亿元以上 比去年同期增长12% 在祝号全看来 传统市场转型 必须要往两个方向去努力 一个是科技版了 就是个新代表的 怎样借助电商平台完成转型 是每个经营者都在考虑的大事 在以前我们这个整个楼层 全部是服装设计师的工作室 现在呢 就唯一的还剩下就是这一间 2009年 做了20年传统市场的吴文宏 开始尝试引进优秀的原创设计师 进驻市场 他要在中坊中心服装城 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设计师摇篮 从2009年到2013年 将近五年时间 吴文宏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资金 但是因为一些设计师 没有自己独立的运营团队 设计的产品又无法得到市场的认可 吴文宏的这一尝试已失败告终 我们的设计师和那个市场 还是有脱节 真正优秀设计师 他的产品必须要经过市场的认可 他的作品不仅仅是走秀 同样在2009年 吴文宏也开始尝试搭建 电商平台的转型思路 开始经营自己的网站建设 然而在每年连续投入500万元资金之后 2013年网站的运营 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一次次失败 一次次教训 吴文宏在传统与电商的市场上 交了一大笔学费 在仔细分析的市场发展之后 吴文宏还是决定再博一次 这次他选择了和专业电商合作 我们导航这块能够在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1月15号 对1月15号我们希望能够全部推出来使用 2015年11月18号 由阿里巴巴旗下的1688批发市场 和中坊中心服装城联手打造的1688云市场正式上线 这是双方合作打造的线上实体市场 中坊中心服装城 从1楼到16楼的真实档口和货源 与1688云市场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直播 对于商家来讲 哪怕只有两平米的档口 也可以把货品和服务 推荐给全国的线上线下专业买家 对于买家来讲 随时随地可以订到有真实档口的一手货源 正是这个平台的出现 终于让吴文宏转败为胜 11月18号那个统计 就到这一天我们销售了 晚上销售7229万元人民币 应该说效果是非常好 但是我们自己考虑 估计可能会有一千万左右的销售 这是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的 目前中坊中心服装城 已经有近50%的商户 进驻1688云市场 很多商户在11月18号当天 都有着不菲的销售业绩 我们当天做了600多万的营业了 而且这都是真实交易的 所以让我们觉得比较差异 从那一天以后到现在 我们每天都在增长 我希望我们未来的话 就一年以后 我们能够100%的商户 都线下和线上 线结合 与阿里的合作 在吴文宏看来是 磅上了大款 电商的经营模式 管理模式 以及服务方式 特别是云市场 一下子打开了他的视野 做了20年传统服装销售的 吴文宏 正在借助1688云市场 实现互联网 加服装市场的转型 目的是通过这个云市场 然后希望就是拖宽服务 然后呢就是以后通过就是改变以前的这种传统的交易方式和模式 那么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新产品入住进来 随着电子商务如火如荼的兴起 以传统方式经营的四季新市场 从一个单纯的交易场所 转变为了渠道的核心管理者 这应该是中国服装第一阶的转型战略 在电子商务的冲击之下 许多传统行业纷纷触电上网 但不少企业商家以为是建立了自己的网页 把商品摆到网上 就算是互联网家了 其实并非如此 首先呢互联网并非是灵丹妙药 如果你的产品不过硬 在网上一样是没人买账 其次互联网家不是销售营销简单的互联网化 而是需要整体的变革 就服装行业来说 从生产到流通环节到终端市场 都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在生产中创新和品牌是成功的关键 在流通环节上呢 谁的中间环节更精简 渠道更扁平 谁就更有竞争力 而在终端销售和运营方面 已经不能单单靠价格战胜出 产品到了消费者手中的时候 质量安全才是最终的保证 我们希望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的实践 能够为其他的传统产业转型提供有益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